又到了令人期待的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会 这一次我们来到了浪漫之都法国巴黎 享受这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 带给我们的无限惊喜 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真是无与伦比 气势磅礴 精彩分成 每一个细节都展示出法国人独特的浪漫情怀 和精致的艺术品味 开幕式上来自全球的体育健将们闪耀登场 各展风采 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到来 这不仅仅是体育的盛会 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一次全人类共同的狂欢 在这场盛大的开幕式上 除了那些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运动员 还有许多对体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齐聚一堂 其中 霍英东家族的成员 尤为引人注目 他们在商界的成就和声望外 那股盛世美颜的家族基因 也是不得不提的一大亮点 他们的出现 无疑为这场盛会增添了一抹耀眼的光彩 在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霍家长房长子的家族成员们 齐齐亮相 霍家三兄弟齐聚巴黎 在这个家族里颜值真是一个无可挑剔的话题 霍振庭当年可是个妥妥的美男子 风流倜傥的像从小说里走出来的角色 那个年代 他的英俊面旁和潇洒气质可是迷倒了无数粉丝 多少人心中他都是那个白马王子 霍振庭不仅长得帅 举手投足间还透着一股儒雅之气 走到哪里都自带光芒 堪称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霍家三兄弟的团结和合作 正是霍家精神的体现 他们的一举一动 每一句话语 深深地应刻在在场所有人的心中 这一趟旅行 不仅仅是他们享受家庭时光的温馨时刻 更是全世界的 吃着法师可颂 喝着香槟 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豪门的味道 成为了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霍振庭 霍英东的长子 如今是中国奥委会的资深委员 他一直活跃在国际体育舞台上 霍振庭的两个儿子 霍启刚和霍启山 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盛大开幕式 启山的位置真是无可挑剔 霍启山晒出了自己清零现场 观看开幕仪式的照片 这可把他的粉丝们高兴坏了 纷纷在评论区里欢呼雀跃 恨不得立刻飞到他身边 一起感受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面对着雄伟壮丽的埃菲尔铁塔 这景象不仅壮观 而且非常浪漫 仿佛整个巴黎都在为他一个人表演 这个绝佳的视角 不禁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开启了 某种特别的VIP模式 不乏坚定 自信的光芒闪耀在舞台上 此刻 他们不仅是家族的代表 更是整个香港商界的焦点 毕竟这样的待遇可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 确实 霍家这次的巴黎之行 可以说是低调中显露出高贵来 每一个霍家人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他们的出现总能引起一片惊叹 这优良的基因也没有在他这一代中止 而是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下一代 霍振廷的三个儿子 个个都是帅哥 简直就是偶像剧男主角的标配 他们的出现特别是一起出现 都会引起一阵轰动 不知道多少青春少女为他碎了心 那时候的霍启刚 相比之下 他的哥哥霍启刚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 这也让大家对两兄弟的品位和偏好 有了更多的了解 简直就是完美男人的代表 要是放在现代 他们绝对能在娱乐圈大放异彩 霍启山的形象成为颜值担当 广大网友们开始脑洞大开 猜测他当天的穿着打扮 有人猜他可能穿了一身帅气的西装 化身优雅绅士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他与郭晶晶和霍启刚的亲密互动 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不一样的一面 他们没有豪车接送 没有保镖开到 就这么悄悄地走在巴黎的街头 他们的身影仿佛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温馨与活力 成为了巴黎夜色中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线 同样在各自的领域中大放异彩 霍启刚穿上了那套颇具气质的代表团制服 显得既精神抖擞又英姿萨爽 不少网友表示霍启山在郭晶晶的带领下 形象真的变好了不少 还有人说到霍启山这次亮相巴黎 真的有点帅气在的 除了是体谈名将郭晶晶的丈夫外 还是多项体育活动的推动者 他的这身形透可真是为他增色不少 年轻时候的霍启刚 走到哪里都自带光环 不知俘获了多少少女的芳心 可把网友们逗乐了 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恩爱啊 男人在外面再厉害 回到家还不是得乖乖听老婆的话 说起来霍家这三兄弟的性格可真是个不相同 大哥霍启刚稳重踏实 二哥霍启山潇洒不羁 三弟霍启人则是低调内敛 让人一眼就能认出这位卓尔不群的青年才俊 携着妻子郭晶晶低调现身 虽然他们夫妻俩没能在开幕式上并肩而坐 但爱情的力量是不会被距离轻易击败的 对豪门有了新的认识 原来豪门也可以这么接地气 这么有人情味 虽然说是低调 但两人的骨子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光芒 真是让人不禁多看几眼 毕竟郭晶晶可是跳水女皇 在生活中他们又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默契十足 互相扶持 简直就是完美夫妻的典范 她的气场 哪怕是在香谢丽舍大街上 也绝对不会逊色 郭晶晶微笑着依偎在她身旁 眼神中满是温柔与爱意 霍企人在一旁看着哥哥嫂子 你浓我浓的 不禁感叹 哎 什么时候我也能找个像嫂子这样的女朋友啊 霍企删听了 拍拍弟弟的肩膀说 慢慢来 别着急 这张照片中的他们显得格外温馨恩爱 这次可不是单纯来巴黎玩玩的 当天霍振庭身着一套黑色西装 而霍启山则穿着灰色西装 当镜头捕捉到他们时 二人正拿着手机拍摄现场的画面 他肩负着重要任务 以跳水比赛评委的身份来到这座浪漫之都 他们甜蜜的瞬间 也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 这对传奇夫妇之间深厚的感情 他可是跳水界的传奇人物 现在又多了一重身份 评委的角色对他来说既是责任也是荣耀 霍启山也来凑热闹 他可谓是家中的自由灵魂 至今单身 过得那叫一个潇洒自如 巴黎对他来说 可能更像是自己的后花园 随时随地来个放飞自我的小假期 为了纪念这个重要时刻 霍启刚和郭晶晶特意在入座前合影留念 三兄弟一同走上舞台为盛大的开业典礼剪彩 这一刻他们仿佛成为了整个香港商界的聚焦点 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他们身上 他们那自信的神情和坚定的步伐 无不彰显出霍家雄厚的底蕴和强大的凝聚力 这可不是普通的合影 从照片上看 霍启刚一手温柔地搂着郭晶晶 脸上挂着幸福满足的笑容 开幕式结束后 看到三个儿子齐聚一躺 老爷子霍振婷的脸上笑开了话 那叫一个开心啊 荣荣的样子真让人羡慕 这种家庭氛围 让人们对霍家的感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同 霍振婷和霍启山这对父子 仿佛从繁忙的日程中抽身出来 踏上了巴黎浪漫的街头 霍振婷和霍启山 不仅在开幕式上展现了自己的风采 也在巴黎街头的悠闲时光中 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两人都穿着休闲的运动装 似乎在向世界展示一种 别样的活力与精神面貌 这对父子的出现 不仅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目光 还在街头的一家咖啡馆驻足 他会与家人在当地短暂一句 顺便吃个法国大餐 但之后就要各奔东西 各忙各的了 享受了一杯香浓的法式咖啡 有人说 真正的豪门不在于有多少钱 而在于有多少内涵 从霍家这次的表现来看 他们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 尽管霍振婷年事已高 但他步伐轻快 见步如飞 霍振婷和霍启山看起来心情愉悦 谈笑风生 完全融入了巴黎的浪漫氛围 无论是郭晶晶的贤惠 还是霍启刚的体贴 亦或是霍启山和霍启人的幽默 都让人感受到了这个家族的魅力 霍启山的年轻秘诀并不复杂 正如他一贯的生活态度所展示的那样 保持年轻的心态和对生活的热情 才是最关键的 无论年龄多大 他总是保持一颗追求新鲜事物 和挑战自我的心 神采奕奕的霍启山更是意气风发 霍振婷听了 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 行啊 那我就再给你们几年时间 要是再找不到 可别怪我不客气啊 看着霍家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不少网友都感叹 这才是真正的豪门啊 父子俩在灯光璀璨的巴黎夜景中悠闲漫步 倒是让不少人大吃一惊 有人还开玩笑说 哎呀 启山哥 你这是打算来巴黎相亲啊 霍家未来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在众人的瞩目下 霍家三兄弟 以实际行动和雄心壮志 霍启山听了 只是笑而不语 神秘兮兮的 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网友们目睹这一幕 有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有位幽默的网友调侃道 这大概是世界上 最有运动范儿的咖啡时间了 另一位网友接着评论 难得见到霍家父子这么放松 郭晶晶在一旁 听着几个大男人斗嘴 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说 你们呀 都多大的人了 还跟小孩子似的 看来巴黎真是个魔力之都 这种有趣的评论 引发了更多的互动与讨论 用手机悄悄拍下了照片 并迅速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郭晶晶选择了一件 简洁的白色衬衫 恰到好处地展现了 他的干练与优雅 再配上那副别致的眼镜 整个造型既有智慧的光芒 又带着一丝温柔的气质 霍企刚看到老婆这么卖力 乐得合不拢嘴 他还不忘调侃道 晶晶啊 你这摄影技术 可比我跳水厉害多了 霍振婷和霍企山这对父子 更是亲临现场 给江明慧加油助威 他们的出现 不仅是对这位顶尖选手的支持 更是对整个中国香港代表团的鼓励 霍家父子的支持 不仅带来了无尽的动力 也让全场的气氛更加热烈 这话一出 可把周围的人都逗乐了 仿佛在告诉大家 专业和美丽可以兼而有之 霍企人 平日里低调的仿佛她是霍家的隐形人 这次露面 简直让媒体和吃瓜 群众兴奋不已 纷纷猜测 她是否准备从幕后走到台前 给大家展示她的风采 霍启刚作为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的风采 还是郭晶晶时而低头记录 时而抬头观察 目光如炬 丝毫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他们负责二人的亲密互动 更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和谐 给这座浪漫之都 平添了一丝人情味 这种全情投入的姿态 不仅彰显了 她非凡的职业素养作为 跳水比赛评委的专业 郭晶晶在裁判席上的那种认真模样 继位比赛增添了庄重的气氛 又带来了一种优雅的韵味 起山与滑雪界的明日之星谷爱玲 罕见的同框了 这一画面无疑成为当晚的焦点 吸引了无数闪光灯和瞩目的目光 霍启山虽然比谷爱玲年长整整20岁 这一次两人的同框 姜明慧展现出了她无与伦比的实力 以干净利落的胜利 晋级八强 这场比赛不仅是她个人的胜利 也让整个团队士气大震 她的精彩表现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 不仅象征着两个不同行业的顶尖人物的相遇 更是一场充满活力与激情的视觉盛宴 观众们惊叹于霍启山那仿佛时间静止的保养 但她依然散发出不输给任何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和活力 古爱玲 这位滑雪界的新星 以她无与伦比的天赋和努力 早早地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她年轻 充满朝气 带着无限可能 而霍启山则在她的领域中同样闪耀 这使得两人站在一起时 看起来竟丝毫没有年龄差距 仿佛是一个艺术家在专注于自己的杰作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 观众们无不被他们的魅力和力量所感染 心中对霍家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和信心 霍家三兄弟的团结与合作 正如这次剪彩仪式一样 象征着家族事业的新起点 也预示着更加辉煌的明天 在巴黎奥运会中展现了她的专业与魅力 她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每一步都走得稳健而准确 都会不自觉地被她吸引 她的存在就像是一股清新的风 她那锐利的眼神 从容的步伐 以及毫不留情的刺激 让每一个对手都感到压力巨大 甚至有粉丝表示 下一次去巴黎 我也要穿上运动装 体验一下这别样的浪漫 这样的评论不禁让人会心一笑 也让更多人向往那种轻松自在的生活方式 都透出了她对工作的热爱和对细节的把控 简短却不失力量 她对未来的期待 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中熠熠生辉 不仅让人眼前一亮 内心的年轻和对生活的无限热情 这样看来 年更是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神秘感 牢牢抓住了粉丝们的心 当然少不了霍家大家长霍振婷的亲自坐镇 老爷子气场强大 和美好憧憬显露无遗 谦逊中透露出的是 她对两位哥哥的敬佩和向他们学习的决心 甜蜜与幸福成立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无论是选手还是观众 令人心生向往她的 每一次出现都让人感受 到在此次赛事中有望一种 深厚的家族底蕴和权威 霍家成员的齐聚 不仅是对霍英东那句体育强则国家强的最佳诠释 充满了这场盛会 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女子重剑选手江明慧 取得优异的成绩 同样是团里的明星级人物 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她被视为中国香港队的希望之行 江明慧的剑法精湛 战术灵活 对于中国香港 心理素质极佳 她在赛场上如同一位冷静的战士 精确地把握每一个攻击和防守的机会 让人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热爱自己事业的裁判长的风采 陈奕文为家乡和每一件的挥舞 每一次何昌雅妮为中国队夺得了跳水项目的首枚金牌 这也是中国支持他们的人们赢得竞技的角逐 更是一次向世界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她的话语虽不多 却像是强势表现这场体育盛宴中的英雄 她都一股春风 温暖而充满活力 让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 她作为家族新兴的潜力和希望 求她放出更多照片 甚至有人提出搞一个猜猜霍启山穿了代表团来说 这次的什么的小游戏 挑战预示着中国自我的心 当金牌最终挂在她胸前展示实力的机会 每一名运动员 张家朗成为了才表现欢呼不已 在女子重见个人中国香港会 再一次展现了她出色的技术的英雄 代表着整个地区的荣耀与自豪 这次她的目标依旧明确 就是要再次战比赛 不仅是一次上最高领奖台 为中国香港赢得更多的荣誉和骄傲 另一块金牌 张家朗将激励更多人物 论在训练的是一种队 外的形象展场上还是比赛中 都表现得无比专注和坚毅 她的见风所指 是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这颗心让她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 都充满了活力和动力 年龄们的顾梦想而不懈努力 则在目视和稳激进的比赛风范 视中视而获起山 美什么叫做金国拼搏精神 不仅是在不让为个人荣誉而战 更是在为中国香港争光天才 虚美 一位运手梅金牌的有件的国香港队充心理素质 轻松获胜并进的击打 还是江明慧来推广和发展剑如风 真是让义的都凝聚了 无数汗水在她面前只是一个数字 把气氛相利竞争者 她的每一件都精准无比 堪称港代表团更有着沉着冷 吵得火热一场 都怀揣着 卫卫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加赛的16强比赛中 江明香争动员都是为数班的表现 既让对人感受到体育事业 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更追逐光 等梦想的生活方式可能更果如何 他们的拼琴付出 作为裁判长需发挥出色 创造属于自己的郭晶晶 在这一刻也未良 为年轻的师妹送上了鼓励和赞许 看着他们的照片 仿佛能感所以 让受她致力于通博精神 和不屈不挠的态度 都值得我多过一次挥剑 都是他们新各种活及八强 看着她在手心筋后默默支持 致力的挥都牵动着 黄时刻 为中国相遇体育产家真实和接地气 也有夜门为之骄傲和喝彩 的发展胆战无数人的心弦 梅也让官人认为闪耀时刻 这种低调朴实 众们为她的精赛港 赢得更多的我们 一语汗水的结晶 启荣一场比赛 美药 无论结场 他们的努力 和我们加油吧 希望他们在赛场上 系上挥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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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